展现神奇之道,神娃未解之谜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这是《阴浮经》的开篇语 基本上纵揽了《阴浮经》的核心内容与思想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有着自然而然的规律 只有顺应着这个规律才能够生存发展 就这样的,简单而已 言行事,暗和天道,七也应道基,则能功成士岁 我会把《阴浮经》的全文放在描述栏里 供大家参考,咱们油炸花生米咸少叙 订阅,上蒜菜 我们一起走进今日的话题 《阴浮经》俗称古今修道第一真经 是道教经典之一,更是一本千古奇书 紫阳真人物真篇说 《阴浮宝字遇三百,道德灵文值五千》 金谷上仙无限术,尽从此处达真权 关于成书,有人说是皇帝所著 也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所著 近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于南北朝 其实《阴浮经》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克 他既有道家治士之用,又有兵家克敌之用 更有纵横家百合之用 但又不限于一家之言 撂撂三百余字,讲清了天地人之大道 用字极简,奥义极深 古人坦言 《阴浮经》时是一部教你观道 物道,得道,用道的,惊天伟地之奇数 《阴浮经》在讲到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相互道基时说 天地万物之道,万物,人之道,人,万物之道 三道祭义,三才祭安 就指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置适当 各得其宜 就能够使得相互之间处于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 从而各安其道 各安其位 这里的道,用鬼谷子的话来说 就是彼此不觉知 但未知神 唐玄宗时期大红人李林浦的亲戚 幽州刺史李全 痴迷于道家文化 同时也是一位军事理论家 因与李林浦不和 挂印 词官归隐于深山 归隐期间他干了一件大事情 那就是注释阴福经 并且流传至今 关于阴福经的流传 李全的注释那可是不能忽视的 为什么李全的注释如此重要呢 因为这个人不仅是精通于兵法 而且还精通道家的思想与阴阳术术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奇门遁甲 以至于历史上有很多人甚至都已经认为是 阴福经就是李全本人所著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阴福二字的含义 用李全的解释来说 阴 暗也 福 和也 和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天机暗和约 行事之机 故约阴福 也就是说 阴福是暗和的意思 张国老的原型人物 大唐著名的道士 张国的解释是 洞察世间的一切细微变化的内心感应 这个东西就是阴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过程 这个就叫福 是自然的福节 是天地的招令 隐为难限 称之为阴 妙和大道 称之为福 如此说来 按照张国老道长的说法 阴福就是修炼自己的身心 以达到感同万物的细微变化 从而掌握一切的规律 也有说 阴福经实际就是鬼谷子 实际 苏秦列传 言苏秦 习于鬼谷先生 得周书阴福 以初揣摩 言 此说可以说是当事之君 并说求于周贤王 相传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 他们是邻居 赵家经商 周家务农 两家相交甚厚 关系密切 后来赵家经商破产了 周家便慷慨的接济 赵家未表真诚的谢意许诺 将女儿许配给周家 过了不久 周家的父母相继的去世 家境败落 作为商人的赵家 毁婚毁约 周家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 气恼加相思 竟然病亡于黄泉 赵家女 又是一个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 文妻恶号赶到周家公子的坟前 悲毫不止 因悲痛过度 竟然昏厥过去 恍惚之中 好像有周家公子要求他把坟前的一株 稻谷带回家去 赵家女子苏醒之后 见身边确实有稻谷一株 他真的就带了回去 逃米吃了 以后 赵家女怀孕 生下一男孩 这就是被后人世尊为神的一代旷世奇才 鬼谷子 鬼谷子一生功绩辉煌显赫 名为刘悟兹 又称为王禅老祖 他的母亲被尊称为王圣母 为弘扬鬼谷子的一生的功绩 世人为其建立四堂 为其母建立了圣母庙 其村名也改为鬼谷子村 后简称谷子村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 不神之所以神也 日月有数 大小有定 圣公生焉神明出焉 作者讲 人们往往只讲那些高深莫测 和不可琢磨的视为神奇 却不知道 通过洞察把握那些可见可察的畸变 就可以明到 用到 这才是真正的神奇 就好比一年当中的 日数和月数 是能够确定的日与月之大小 也是可以定下的一样 进一步的说就是 有数和有定 其实就是人可以把握掌控机显 或者能够看到神奇 因福经讲到 人应该合乎自然五行规律 要修炼精通动静 与服藏之术 研究事物内部的发展的必然的规律 以智慧来防危杜减 以法治来严加限制 这样的统治之道 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圣人 鬼谷子之道 由民间传说得来 鬼谷子隐居于鬼谷当中 所以当时得来鬼谷之称 当时是战国时期战乱纷纷 百姓人心惶惶 各国都想称王称霸 鬼谷子当时在各国人的耳中 如同神人一般的存在 可掌控天时地利 可控制人的气运生杀 可保家国民安 各国派出使臣 前来请鬼谷子先生出山 鬼谷子不曾答应任何一方 而他席下有两位高徒 庞娟和孙宾 二人得到师父的亲传 能力甚至于不逊于 其师鬼谷子 师兄庞娟 先行出山 为为国效力而行 在为国更是地位显赫 孙宾出山之时 投靠师兄庞娟 可不曾想 师兄庞娟 担心孙宾会夺取自己的位置 为了自身的利益 他将孙宾的膝盖骨挖去 孙宾痛不欲生 更是想不到的是 亲师兄竟会如此的对待自己 而后在其人的帮助之下 逃离了卫国 为齐国效力 孙宾的能力不比庞娟差 甚至细微之处更胜一筹 用以计谋报了自己挖骨之恨 后来听人传言 鬼谷子得知此消息 并没有大悲 也没有大伤 而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 个人 有个人的命 可见 鬼谷子对人的命 对人的运 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 有其独到 和通透之开悟 从《阴妇经》的整个行文和意境来看 《阴妇经》本身就是传授 如何掌握气韵 调整气韵的 事实上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说刘基 刘伯温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此人能力非凡 神级妙算 据有人传言 孔明的能力都不及刘伯温 可见刘伯温的能力之强 其写的一首烧饼歌 用以预言其未来的事情 竟然是判断的分毫不差 刘伯温 此人死后 竟然无人可以寻到他的墓 都说 他的墓中有 生杀运势的宝藏 得此宝藏者可得天下 可见 古人对刘伯温的能力 是多大的评价 他更是 刘有名言 至万变者在乎专 查万威者在乎定 仔细揣摩 这也就是能够达到 开悟的要领 即心如杂念 竟随心转 说 阴福经 有预言的作用 那他的预言就是 人们如何的正确 运用自身和自然的规律 而形成大统的经文 其中 有讲到的 人的生命和万物的新陈代谢 都有其客观的规律 这也是 极其先见之明 同时也说 天道 物道 人道 三道的规律 也都需要好好的把握 不可能 人为的 去破坏任何一个规律 三道 记忆 三才 记安 故曰 十七十 百海里 洞其机 万化 安 人之 其神之神 不知 不神之所以 神也 人的气韵 还要自己去掌控 而不是想着 去用一些书本的知识 或者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去改变它气韵强势 是靠自身积累的 不是由外界而得到的 外界得到的运势 经不住时间的打磨 不会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气韵 正是印证了哪吒之中的一句话 那就是 我命 由我不由天 哪吒说的天 是外在的力量 这里的我是指真正的内我 即气韵来自于内在的我 也就是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 内我之源 说到这里 就说到了文道 即 有人看到了阴浮经 也如常物一样 有人 则是如获至宝 这就是 道德经中所说的 上世文道 勤而行之 中世文道 若存若亡 下世文道 大笑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建议大家 再听一遍 以文其道 不再听 不足以文道 订阅关注 明日暴富 这也是道 下期咱们 嗨嗨的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